如果我们要细数一下演艺圈的好妈妈 我觉得马依丽绝对算得上是榜上有名的 五年前她生下了女儿爱马之后 就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 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家庭上 而且还经常跟我们发微博来分享自己的育儿经 那么最近关于马依丽再度怀孕的消息 是吵得沸沸扬扬 难道说这个文章是又要再当小爸爸了吗 日前某媒体在北京拍到 马依丽和文章出门应酬 视频中马依丽亲自开车带着文章 会有点女汉子的架势 而从视频中更可以看到 马依丽腹部隆起似乎运向无前 其实早在10月10号 马依丽就曾主动在微博上 晒出自己腹部魂远的自拍照 虽然说的是天气 不过不少气心的网友还是发现 马依丽的肚子会有些厌味十足的感觉 今天一点也不冷 为什么大家都穿外套还戴帽子 因为你是硬缝嘛 怀孕的人不怕冷 你瞧那肚子呗 好明显的 恭喜恭喜 男神终于再次当爹了 这边马依丽大大方方晒照片 那边文章却直直乌乌 眼时不停 到在8月底 文章带着小爸爸剧组全国做宣传时 身为制片人的马依丽就曾多次缺席 那时文章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今天为什么没来啊 因为他人现在觉得身体不适 有问题吗 那接下来的几件他会去忙宣传 他身体好一些的话 他人家做的超负荷的工作 宣传工作是超负荷 文章的回应更加重了外界 对马依丽再度怀孕的猜测 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 身为老公代言人 文章似乎有封口了